前不久,号称降星台著的七三妖学院终于在国内凉了 从漫画下架到动画下架 《我的英雄学院》以炫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凉的速度非常之快 除了作者哭悦跟评对于某些历史事实的认知问题外 饭圈化也是造成凉的这么快的一大原因 《我的英雄学院》可以说是饭圈化最为严重的一部动漫 弹幕上随处可见 某某我老公 作者给我老公某某多加点细粉 这样的言论 评论区女粉们甚至可以为了某一个角色撕上几百楼 虽然粉丝量远远不及老大哥火影和海贼 但同仁创作的数量却并不比火还少 作为热血漫画 其粉丝绝大多数都是女性 不得不说哭悦跟评将饭圈那套玩的真的相当的溜 《我的英雄学院》的漫画质量虽然逐渐在下降 但是靠着国度社精良的制作 以及饭圈尚且可以再降不上续命 在中国捞钱 只可惜不知道是不是哭悦跟评太飘了 导致自己把自己玩死了 《英雄学院》凉了之后 二次元饭圈粉们又跑到哪里去了呢 很多人说《英雄学院》凉了之后 啾啾成了饭圈的代替品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 什么是饭圈 我看了啾啾 感受到了角色心的友谊 勇气冒险精神 被故事被剧情爽到了 这是观众 我看了啾啾被荒木老师的角色设计所吸引 被跌宕起伏的剧情所折服 从而去看了啾啾的原作 开始关注啾啾的原作及动画背后的故事 发表了自己对啾啾的看法 创作衍生作品 这是粉丝 我看了啾啾 将迪亚波罗看成了自己的偶像 忽视他所有的部队 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男人 只要看到不利于他的言论就去兑现 并且不分场合的刷着迪亚波罗我老公 这才是饭圈 啾啾从1987年开始连载 至今已经连载了33年 由于划风问题 啾啾一直存在劝退新人的问题 而啾啾真正在中国活起来 其实也就是近两年 B站引入啾啾开始 很多人将饭圈和女粉画等号 这其实是错误的 因为啾啾本身有理性女粉存在 而且不在少数 即使是女粉中的腐女群体 也绝不应该和饭圈女孩一概而论 比如陈太郎与花鸡苑这对好兄弟 直男观众认为他们是纯正的男子汉友谊 腐女观众歪歪他们之间的暧昧 其实本质上都不存在问题 只要大家恪守自己的圈子 别让他人不快就行 因为腐女早在有二次元这个词的时候就存在了 当时腐女和蒙二们可没有现在这么深仇大恨 腐其实也是二次元的一面 作为啾啾的粉丝 我们应该做的是宽容看待他人的想法 你可以不认同 但绝不应该喷 毕竟我们都不是荒木 都不知道他老人家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但是在弹幕中毫无节制 不分场合的刷就有很大的问题了 这其实就是二次元饭圈画的具象化体现 你在自己的微博 自己的论坛怎么刷都行 都是你的自由 但跑到弹幕这样的公众场合来刷 就活该被人喷了 饭圈最让人厌恶的一点 其实就是无脑 将公众场合当成自己的卧室 喜欢一个角色 就将自己带入到这个角色的后宫 认为这个角色就是自己的全部 并且近人就要大声喊出来 某某我爱你 这其实比二次元中的某二还要幼稚可笑 某二们虽然喜欢叫某某为老婆 但也绝不可能因为别人不喜欢 就跑到别人宿舍大声和别人争论 某二其实分得很清楚 二次元老婆终究只是纸片人 顶多为自己喜欢的角色做个man 收藏一些手办也就不错了 但除开那些理性女粉外 啾啾的确存在饭圈画的现象 但远远说不上被饭圈入侵 啾啾也更不是一部靠饭圈活起来的作品 每一部动画只要活了 都会存在饭圈画的现象 其在妖学院之所以会成为饭圈的重灾区 是因为其作者哭跃跟平本人 在画漫画的时候就在刻意愿饭饭圈 内容中更是处处透着不振的三观 导致角色粉们互撕 最后形成二次元饭圈 而啾啾作品本身的火 靠的是荒漠飞旅艳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靠的是出色的人物塑造和各种梗的伏笔 靠的是作品本身的高质量 没有硬实力是不可能连载33年而不倒的 其实比起所谓的饭圈 对于啾啾动画来说 最让人厌恶的其实是跟风党客无脑刷梗的小鬼 是他们让啾啾风评被害 毕竟饭圈女孩只不过是在作品里刷一刷 而这些小鬼可是见一个动画刷一个 并且乐此不疲 甚至搞出了所谓的万物起源于啾啾的言论 不仅让啾啾的粉丝不快 还让其他动漫的粉丝感到厌恶 总而言之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动漫作品也不例外 作为粉丝 我们能做的只有管好自己 不跟风也不被带节奏 理性的看待自己所钟爱的作品 生活如此美好 没有必要为了个别人而坏了自己的好心情 甚至弹幕 其实屏蔽一下关键词就OK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希望大家能给个三连 当然如果你实在是要白嫖 那也发条弹幕 正大光明的白嫖吧 这里是卡蜜动漫 我们下期再见